来水一期视频啊 拆解一个台灯 也可以说是来修一个台灯 什么问题呢 它这个充电口掉进去了 咱们拆解一下 看一下它那个结构 这是个开关按键 点一下 亮了 当然写的有啊 长按可以调节亮度 就长按 你看这个亮度可以调节 这个颜色也可以变 能变色的话呢 就是两种颜色的灯珠啊 一个冷光的 一个暖光的 咱们直接把它拆开 下面四个螺丝 把这儿先关掉 你看这个线你看 快压断了 这里边一颗18650电池 一个小的电路板 哦 看 这儿呢 USB口是 看到了吧 焊的掉下来了 焊好了啊 没差基础含量 直接把它焊上去就行了 我把这两侧你看 又堆了点锡 这下就比以前要坚实多了 下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电路吧 有不少朋友关心我这个支架啊 这个支架现在呢 你看已经不疼了 按着已经不疼了啊 这个完全长出来 估计得半年以上吧 这期间呢 我也不用真人出镜了 这就是防伪标志 这个电路呢 很简单啊 我现在是插了一个5V的充电器 给它充电 这有个指示灯 5V直接给这个18650电池充电的 肯定是电压高了 它这个是采取什么措施呢 是中间串联了一个114007 串联一个二级管 因为二级管有个0.7V左右的压降 5V减0.7V就是4.3V左右 它直接给它这个电池充电 这上面没有对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的保护电路啊 这个芯片呢 是控制灯了 这个丝印已经打磨掉了 我想看一下什么型号 你看我这个搜了这么多型号 我去对它的管角啊 都没对上 电路是挺简单的 你看六七角输出两路信号 控制这两个摩斯管 一路是暖光 一路是白光 第三角是触摸按键的输入端 第一角接电源 四五角接地 八角也是接地的 这个电路非常简单 下一步就把这个装回去就OK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